现在是4月中旬啊 今天我来到了咱们乳山樱滩啊 这个东部啊应该是风水最好的一个小区啊 也就是樱滩海景花园小区啊 看这个小区现在这个小区叫樱花小区啊 但樱花呢现在这是樱花树 这个樱花呢还没有开啊 还可能还得等个十天半月才能开 这个什么什么花已经开过了啊 看这个花开的好看啊 满素的这种真漂亮 然后黄色的是银翘啊 我过去不知道叫银翘 我管它叫银村花 结果呢让那个叫莲翘啊 结果网友给我好一顿糾正啊 说是莲翘啊 咱现在咱们要看一套这个高层的房子啊 这个有些业主特别喜欢啊高层房子 采观好 呃这个 咱们的小区位置特别棒呗 咱给大家看看 看看 莲翘花 啊这边有一些啊 这个十八九层的高层房子啊 这个房子制冷特别好 然后呢咱们今天呢过来看一套 这个八楼的啊 这个东厚的一个房子啊 啊空的电梯啊 呃咱们到这个房子来看看啊 这个房子它是一个 呃高层的 八十四平的房子啊 也是这个楼层里最好的一套房子啊 然后咱们看看啊 咦呀 这么亮它啊 真是亮 我这个手机还没适应过来呢啊 这是一个 一进来一个小鞋架啊 然后它的左手啊 也就是北面 是一个 这是一个 厨房 家 餐厅啊 特别大啊 这个房子特别大 啊 吊顶 这一套啊 吊棍都有啊 这边还有一个架子 这里啊 看这房子 真是不错 然后咱们看看啊 其实后面呢 就是啊 这个楼打住了 就是藏龙山啊 啊 就是咱们啊 云潘东部的啊 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这个著名的山 藏龙山啊 今天那个 能见度有点差啊 然后咱们再过来看看啊 这个 这挺大的一个 123456 这个是60的 6636 3米6 3米6的长度 宽度 12345 5 630啊 3米3 3米6 这么大的一个啊 一个厨房啊 然后在这客厅啊 客厅在中间 因为它前面呢 它是个 东面呢 呃 是一个窗户啊 这个 特别亮的啊 咱们看看外面吧 这是银泰海景花园啊 那底下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叫什么月湖 还是叫什么湖 我也叫不上来啊 日月湖 嗯 然后这是它的 银泰海景花园的 这个多层啊 呃 这个位置呢 是 小区的中部吧 看前面 就是海滩啊 现在咱们这个小区啊 特别棒啊 前面修了这个 叫月亮湾休闲公园啊 看前面那个高层啊 那边的高层啊 就是我们台阳力湾的高层啊 那台阳力湾高层 然后咱再看看这边啊 这边啊 这边有沙发 啊 这边餐桌啊 还是这个 也可以当餐桌吧啊 这还有个吧台啊 吧台啊 这种布局 这边还有一个 哎 我看看这是 那这个号码啊 感兴趣的朋友啊 可以直接联系啊 就是 这是 这是电视墙吧 应该是电视墙啊 然后咱再看看 它这是一个2G室 2G室 咱先看看北面这个卧室吧 哦 北面卧室 有个一米五的一个床啊 配的家具也不错 啊 都是这种纯木头家具 哦 还有空调 电视机 啊 这个电视机好像都没用过呢啊 都没用过这电视机 摩都没接呢 啊 窗帘 啊 过来 沙网 金刚沙 咱看看那羊面的房子吧啊 啊 羊面的房子 啊 先看看卫生间 啊 卫生间啊 也是 这是真是干湿分离啊 啊 这里 这是洗浴的地方啊 还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洗衣机啊 啊 这是喷林啊 淋浴的地方 哎 这个 这个窗帘好啊 这种窗帘挺多错的 啊 百叶窗式的窗帘啊 哎呦 阳台 混在一起的啊 啊 这边也是一个 呃 一米五 还是一米几的一个刷人床 啊 哎呀 视野太好了啊 只能看到海啊 啊 能看到海 今天就是试这个 外面啊 空气能见度不是很好 咱们看看前面 这个地方 长城文化园的楼 很醒目啊 这沙滩 海浪沙滩 啊 这边就是多层了啊 多层一般是六加七 啊 这边 这个小区在间间的小区呢 就是这个海之 海之 海之远啊 海之远小区啊 再往旁边呢 就是咱外市外市职业大学了啊 外市职业大学啊 这个咱们这个小区的位置特别好啊 前面是公园啊 旁边是大双市啊 这个北面呢 又是咱们的集市啊 非常好的位置 啊 感兴趣的朋友啊 可以直接和这个卖家联系啊 转出来吧 就这么一个房子啊 84平米的一个高层电梯房 啊在这个84啊 这个平米的房子隔壁还有一套房子啊 这个房子是一个小户型啊 这个面积是53平啊 咱们进来看看啊 哎呀 这一间啊 这一间是卧室啊 和客厅在一起的一体的啊 卧室客厅一体 就是亮堂啊 楼森高就是亮堂啊 这是他的电视墙 然后呢 咱先看看这个 这是弄的一个欧式的这么个床啊 阳台啊 这边没有北面的窗户啊 都是南面的啊 空调都接好的 然后前面啊 依然是啊 这个接着大海啊 小区 小区的这个多层房子啊 在前面啊 能够看到海 这边呢 旁边的就是咱们海之园的小区啊 海之园小区啊 现在也可以啊 人也慢慢多了 啊 前面看大学 啊 这大学 大学的教学楼吧 然后咱们再过来看看啊 从这个角度啊 站在阳台 再看看 门口这一块啊 它分两个区域啊 这个区域就是卧室和客厅区 这边呢 中间呢 放了一个大的三开门冰箱 然后 北面这边是一个卫生间啊 卫生间 卫生间里也有一个洗衣机呢啊 热水器啊 这边还有一个玻璃啊 这个玻璃打开以后呢 它通往楼道啊 这样的话 可以对流供器 这个电热水器 不是这叫什么 电热水器和这个电热风机啊 包括灯在这个地方吧 都是一体的 这种我们家就是这样子的啊 又能照明啊 又能吹热风啊 然后这是它的厨房了 厨房 厨房 看起来这个 这个梅西扫看起来啊 还没有用过啊 是新房子 新房子 新房子 这个哪位朋友感兴趣吧啊 他可以和那个 呃 八十四平那个房子啊 一个联系方式啊 这个 花一点钱 可以在银滩 拥有一套啊 拥有一套 这个 呃 度假公寓啊 度假的房子啊 也就是一个家吧 银滩可以拥有一个家 而且住起来 还特别的舒心啊 这房子 五十多平都宽敞啊 比如像有的 这个五十多平的话 给你感觉很憋屈的话 这个房子干起来特别敞亮啊 特别舒服 啊 这是 智能配套 绿色环保的啊 银滩海底花园 你看这边的花啊 这个花是什么花 这是不是子李啊 或者什么花 或者啊 或者一种小樱花 啊 这是知名物业 规范管理 啊 咱看看那小区的物业费吧 啊 三公开 这个多层住宅是 每个月是四毛啊 这个高层住宅是一块 但商月呢是八毛 收费标准